Hello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5点52 给你们看一下时间 5点53 刚才5点的时候我上了一节课 为什么这么早呢 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所以我想让自己早点起 但是呢 如果是我自己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难 因为你躺在那个被窝里 你睡觉的地方 这个 这个是盖被子 睡觉的时候这个是躺在被窝里 真是太舒服了 特别是早上 特别是你睡觉睡得 睡得很香的时候 还有特别是冬天的早上 你肯定是不想起床 对吧 虽然你昨天想得很好 我明天一定要早起 我一定要早一点开始工作 开始看书 但是很难 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学生可以5点就开始上课 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早起 我就不能说再睡一会儿 就是强迫 这个就叫强迫自己早起 强迫 就是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可以强迫自己早起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想早起 但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OK 强迫 然后 今天早上刚才是一个新的学生要上课 然后我昨天晚上 我就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 我梦到什么了 有点忘了 我梦到跟这个学生 我梦到这个学生给我发信息 他说 老师 我想学HSK3的内容 我想学HSK3 所以我在梦里的时候 我还觉得 啊 要学HSK 可是我不想教HSK 我觉得 不想让学生学HSK 不想让学生学语法 所以我做梦的时候 我在想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去和他用别的方法来学习 可能因为我的大脑里知道 今天早上要上一节课 所以 你的大脑在想什么 你真的做梦的时候 就会梦到什么事情 所以虽然在早上 你挣扎的时候 你必须起 但是你又不想起 这个时候是很痛苦 痛苦 很难过 很难受 但是 如果你真的起来了 就是你很痛苦 一小段时间 但是一天的心情会很好 因为你觉得 哇 我太棒了 我起床 做了很多事 一会儿我 现在是六点了 差不多 然后一会儿我七点的时候 还有一节课 上课以后 上午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我上午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 做自己的事情 会觉得 哇 我是自由的 自由 就是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自己想是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就是我自己决定我要干什么 很自由 自由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 不是在公司里工作 也不是在学校里工作 我是自由职业者 这个自由是一样的 大家都想要自由 对不对 自由职业者就是 没有公司 没有公司也没有学校 就自己一个人 如果你有自由 你会觉得很幸福 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是别人强迫你 你必须要这么做的时候 就觉得不自由 就觉得不自由 我觉得很不幸福 好 所以为了我们的自由 加油 好像还挺押韵的 为了我们的自由 加油